人们都说胖胖的才可爱 但您知道吗 肥胖也能引发肾脏病 这是天方夜谭还是确实如此呢 养顺专家做客演播室 为您解开这肥胖与肾病到底有何关系 更有护肾小方法轻囊相受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你好小青 我想问一下你今天来这儿 肯定是带着一些健康养生方面的问题 对吧 然后我想问一下 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主持人你也看出来了 就是我不是一个瘦的人 但是我觉得就是不管说胖不胖吧 健康最重要 但是我妈她不这么认为 就是她不光天天催我减肥 她老是给我发那种就是 会引起这个病 那个病的这些信息 就是她给我发那种引起什么 冠心病啊 高血压啊 糖尿病这些 也就算了是吧 你看她前两天给我发的 肥胖会引发肾脏病 肾脏病 我觉得这个就是无稽之谈 没有依据的 所以我就想来这儿 让那个专家给个看 解答解答是吧 好像平时咱们都说这个高血压了 冠心病 糖尿病好像是肥胖诱发的这种高发病 对吧 但是肾脏病好像平时大家都没提过 感觉好像是在忽悠人 对对 是这个意思 那么到底肥胖会不会引起这个肾脏病 您知道吗 肾病 对 不会吧 我感觉 会 肥胖跟肾没关系 胖了怎么知道 多多少少对身体都有点害是吧 您应该会吧 肥胖给身体增加了负担嘛 肯定这肾没好处 我觉得肾有点可能功能下降嘛 他胖对吧 肯定的 对这个不是很了解 我觉得应该不会吧 关于肥胖到底会不会引发肾脏病的问题 大家的意见也是不能统一 为此我们大家来养生栏目组 特意请来了石家庄市中医院肾病科的李松主任 来好好跟大家聊一聊 小青啊 今天咱们前来领主任 还是给你解答一个问题 也是你的疑惑 肥胖会不会引起这个肾脏病 主任您能解答一下吗 首先答案是肯定的 大家众所都知 肥胖不仅引起一个高血压 糖尿病 冠心病一类的病 而且也会引起其他的一些病 包括我们肾脏病 包括还有一些骨关节病 包括甚至一些致癌都有可能 风险性都比较高 在我们临床当中 我们也曾经接种过很多这样的病例 你比如说两年前 我接诊了一个病人 刘某某 做生意的 四十多岁 男性 人就是有一个特点 就是肥胖 肥胖 它其他的指标 血脂血糖 还有血压 并没有见什么太大的异常 相对是正常的 那么就是说 怀疑它就是一个肥胖性 肥胖相关性肾病 那么当时他来 就是因为尿里头出现大量蛋白尿 那么就是说 鸡肝当时在文章上一查 鸡肝就影响到肾功能的指标 鸡肝已经141了 尿素蛋是9.7 所以说 已经是对账 已经是慢性升温衰竭的早期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属于个例 它应该不是说普遍存在的吧 你是说它可能就是一个 偶然发生的事情 对吧 不能完全这么认为 在我国 14.7%的人体重超标 2.6%的人属于肥胖 约3.25亿人 肥胖及肥胖相关性肾病 常见于儿童 成人及老年人 其中以青壮年为主 44岁以下患者 占77.7% 其中以男性更为常见 男女比例为2.1比1 而更为严重的是 儿童肥胖的比例 每年以5%的比例在递增 慢性肾脏疾病 以其低知晓率 高发病率 高死亡率 而被称作是沉默的杀手 据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显示 我国慢性肾病的社区发病率 高达11% 也就是说 在我国每10个人中 有一人就患有慢性肾脏病 我国现在的尿毒症患者 全国有150多万 每年还在以12到15万 新增尿毒症患者的趋势上升着 我觉得我虽然比别人胖点吧 但是还挺健康的 好 其实我也特别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就是大家都说 你好像有点胖 你怎么这么胖 就是很多人对胖的定义不一样 所以说 我觉得咱们在这儿 咱们问问主任 咱们如何去界定 是否是肥胖的 问的好 有的人一看就说 这人是个胖子 是吧 就是这都是一种感官 那么具体的肥胖 这个界定 还是有定义的 而且是有指标的 它主要就是国际上 现在最流行的 就是BMI指数 就是要体脂指数 也叫体重指数 公斤体重数 除以人的身高的米的平方 得出来的指标数 来界定你是否是肥胖 那咱们现在咱们就试一下 行不行 好的 好 那请咱们主任给小青测一次 好不好 我先问一下 小青 咱们身高大概是多少 你知道吗 我去年体检的时候 还是158 158是吧 那我先乘上这个系数 1.58乘以1.58 是它的平方 对吧 对 好 大概是2.49 咱们约等于2.5 好不好 好 请您测一下 体重 体重是公斤数 77.7 这个数字还是 77.7 那这是公斤 体重公斤数 咱们这个米的平方 应该是2.5 对 除以2.5 77.7 除以2.5 对吧 77.7 除以2.5 等于31.08 那它就属于一个中度肥胖 中度肥胖 这个方法您掌握了吗 用体重的公斤数 除以身高的平方 得到的数值小于18.5 属于偏瘦体型 18.5到23.9为正常范围 24到27.9是超重 28到30就属于肥胖了 而30以上则属于中度肥胖了 好 好主任 咱们这第一种方法 咱们算是算完了 那除了刚才这种通过咱们国际这种标准之外 咱们还有什么界定的方法呢 还有几种比较简便的方法 测腰围和臀围的比例 腰跟臀的比例 男性应该小于是0.9 女性小于0.8 是这样的一个比例 要这样吧 咱们测一测 可以测一测 测测我吧 对吧 刚才测的是小青 对吧 咱们测测我行不行 好的 咱们现在试一试 咱们来测一下 主任您看一下 咱们这边应该是厘米 对按厘米数 对 我就穿着衣服可以吗 可以 好 大概数吧 还是一个大概数吧 对 这样的话 腰围除以臀围是吗 对吧 对 哎呀 好紧张啊 小青记一下 我大概是多少 腰围是97 97 就按97吗 对 就按他带着衣服 臀围也按17 这个 也带着衣服 也穿着衣服 看一下臀围 主任给我测一下 臀围是103 103 好像都快一样 97 除以103 0.94 稍超一点 稍超一点 看来胖子也是有一定标准的 通过BMI 腰围围比的方法 大家也来看看自己 是不是属于肥胖的范围了呢 看来我是真肥胖 又听您刚才这么一说 我觉得心里特别没底 要不您给我看一下吧 主任可以吗 可以 那咱们现场来试试 好吧 咱们换个位置 通过询问相关问题 好脉 看蛇脉 专家基本判断 小青属于脾虚失祖型肥胖 并且告诉了我们一些肥胖引发肾脏病的前兆 一 倦怠乏力 二 试睡 三 液尿增多 四 尿里泡沫增多 如果真出现这些症状 您就该提高警惕了 主任您看一下 就是肯定有一些朋友都说 好像我确实由肥胖引起了刚才主任提到的这些症状 那比如说我确实有肾脏病了 那我应该去怎么治疗呢 你比如说中医中药 中医食医技术 包括这些经验的精方 明方都可以做制成的成药 还有这个汤药 包括这个一些中医的一些灸法 雷火灸啊 包括就是这个耳血啊等等一些 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的理疗一些方法 都可以改善这个肾脏病 咱们中医常说啊 不治疑病治胃病 对吧 咱们提前预防其实是最好的治疗 那咱们这个说来说去 我觉得减肥是特别重要的 对吗主任 是的 还是要减肥 还是得减肥 特别重要是吧 那我们怎么减肥呢 就是比较健康一点的 就是求个方法 对 减肥呢 首先也有几个误区要避免 首先就不能采用一个饥饿疗法 就是不能恶瘦了 对不能恶瘦了 这样的话 包括这个半饥饿和饥饿 还有变相的饥饿疗法 这都是不可取的 再一个就是减肥速度不能过快 这样的话会造成体内一个代谢 一个平衡一个紊乱 这都是不可取的 第三个就是不需要 最好是避免使用一些 这个 真剂减肥 包括一些就是风险性 比较大的一些 像那个抽脂 对抽脂一些 还不是很安全的情况下 尽好建议不要用 所以说减肥不是着急的事 得从改变自身生活习惯做起 控制饮食 多做有氧运动才是王道 呵护我们的肾脏 除了减肥 还流传着很多护肾的方法 那这些方法都可取吗 主任我们之前啊 也是做了一些采访 就是采访了一些 这个观众朋友们 让他们来收收观点 咱们来看一下后面大屏幕 他们有解答 咱们来看一下 好 那个泡脚护肾 还有那个就是 那个中医 中医可以这个吃中药护肾的 好主任 刚才这女士我听明白了 就是用了这个泡脚 还有吃中药来进行护肾 这种方法可取吗 有它一定的道理 这就是刚才咱们所说的中医减肥 中医药的减肥方法 泡脚包括这个都是药育 泡脚 这都是我们中医的一些 传统的一些方法 它可以泡脚改善循环 对肾脏是有好处的 是有科学依据 有科学依据 对 那这个是看来是可取的 那这样咱们看看 第二个朋友他们怎么说 打坐或者冥想 或者站装 这个身体是适应的情况下 适当运动 早起锻炼 那个什么 挤勤系 好主任 这个刚才我听出来了 也有点咱们中国 传统的一点中医的理论在里面 像这个站装 冥想了 打坐了 像这种方法 您觉得有没有道理呢 有道理 也有道理 对 这也是有道理的 以前我都觉得好像是在武侠小说里面 可能会感觉有用 运功疗伤 那这个 这其实也就是一种运动减肥 也是运动 对 也是一种运动 比如说我们中医里边常用的就是说什么 就是八段锦 这个大家都知道 练的人很多 是吧 包括华佗的五秦系 包括咱们最常用的中国人传统的就是说 恨至海外影响非常大的一种太极拳 这些运动都是跟类似 类似 它都是类似于这一类的运动 这种运动都可以减肥强体健身 而且对各个脏器都有很好的保护 看来冥想打坐这种传统的一种理疗方法是没问题的 对吧 对 它有一定的道理 有道理 主任您看一下咱们接下来还有朋友有解答 咱们来看看他们的观点是什么 好 像黑色类的古物类的这些 应该会对肾脏有帮助 这个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的 你像这个吃上面对吧 吃一些黑色的食物 对吧 吃一些护肾 咱们平时都说好像黑色的食物能够护肾 那到底这个对不对呢 这就是中医的是一个五行的观点 它就是说黑色入肾 有它一定的道理 像一些日常生活当中 尝试一些黑色食品是有保护肾的作用的 是有的对吧 对 比如说黑米黑豆黑芝麻 三二一米紫菜 有条件的话还可以吃点乌鸡海参海带 这都是入肾 黑色入肾 对肾都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其实我觉得主任说这跟顺口溜似的 这仅仅就是一些保健 但确实是都还是不错的 对吧 好那证明咱们观众朋友们养肾护肾的知识 还是储备的不错的 是可以的对吧 对 那这些方法都可取 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也都可以尝试 明师带您来养生 足不出户 巧锻炼 大家好 我是郑旭 这一板块我们请来的嘉宾 是河北省中医院古斯科的杜双庆杜主任 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杜主任教我们今天的这个动作 好杜主任您看一下现在的这个我觉得尤其是看咱们节目 其实中老年人居多哈 叔叔阿姨们经常觉得不舒服的在咱们人体 其实膝盖算是一个比较多的一个现象 确实是 尤其是五六十岁年龄上的这个膝关节疼痛的非常的 那杜主任您看一下今天咱们这个这个这期板块 您看一下教大家哪几个动作能缓解咱们膝关节的问题 咱们做一个空灯自行车的动作 就是我腿抬起来灯自行车是吧 你就想象你这灯自行车 交替着灯自行车 这样没错吧 对没错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膝关节是在打弯吧 是 但是膝关节没有负重 那么再做一个膝关节抬腿的动作 那么在抬腿的时候要把脚尖蹦起来 然后你看看我现在手推的你这是这个冰骨 你再勾脚尖 感觉这个冰骨在往上提吗 感觉得到 那么岁数大的人可以根据他的体力 你勾着脚尖往上抬 对这个咱们是躺在床上做 实际上你比方说你坐在沙发 坐在凳子上我在这看电视 没事也可以做做这个动作 好那今天杜主任又教给大家几个动作 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来缓解自己膝关节的问题 今天的两个小妙招您学会了吗 再让我们一起来回购一下吧 推荐老年朋友们在床上做一个空灯自行车的动作 交替的灯自行车 这样没错吧 对没错 那么再做一个膝关节抬腿的动作 勾脚扎再抬腿 明天我们又将学习哪些足不出户的锻炼方法呢 敬请期待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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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